诸葛亮归类斩马素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 然而这又是一段疑云重重的历史 马素是马良之地 是蜀国有名的人才 深得诸葛亮的赏识 但最后却落在一个身败名裂的家长 马素该不该上 诸葛亮为什么要杀马素 他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难言之言呢 敬请关注义荣天贫三国之痛施必报 公元228年 诸葛亮第一次出使北伐 攻打曹魏 深受诸葛亮器中的残军马素 被派往驻守战略要地接亭 而马素在接亭 违背诸葛亮的部署 不听从副将王平的劝告 主官无关 在远离水源的山上安营扎寨 结果曹魏大军蜂拥而至 围困狐山 蜀军大败 马素失魂落魄 灰头土脸地逃回大营 这是接亭诗首 这就是著名的马素师接亭的故事 事后诸葛亮上表流山 撵去自己的丞相职务 降级三等 并且处展了主要负责人马素 这就是有名的诸葛亮灰泪斩马素的故事 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 当中却折射出众多复杂的问题 马素该不该杀 诸葛亮为什么要杀马素 仅仅是因为他丢失的接亭呢 厦门大学一中天教授 做客百家讲台 为您精彩品三国之 痛施必拔 诸葛亮灰泪斩马素 这个事观众朋友是相当的熟悉 相当的熟悉为什么还要讲 因为这里面的问题是相当的多 首先第一条 马素是不是被诸葛亮杀了 就弄不清楚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 马素竟然是下落不明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在三国志当中 马素是没有传的 那么马素的结局 只能到别人的传里面去看 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说法 是鲁树已泄传 也就是说 马素被诸葛亮杀了 这个事有个旁证 在王平传 王平传说 陈相亮记诸马素 也说 马素被诸葛亮杀了 马良传的说法呢 是素下欲误故 亮 未知流涕 就是马素被诸葛亮 关进了监狱 病死在监狱里面 诸葛亮得到消息以后 哭了 第三种说法呢 建于向朗传 向朗传的原文是 术 逃亡 朗 知情不举 按照这个说法呢 马素是跑了 也就是说 关于马素的结局 有三种说法 被诸葛亮杀了 病死在狱中 跑了 三种说法都建于三国志 也就是说 同一个人承受 同一本书 三国志 三种说法 历史的真相 真是很难弄得明白 所以我一再强调 我给大家展示的是历史形象 历史形象 不等于历史 真相 不过这三种说法呢 我觉得也还可以调和统一起来 估计是怎么回事呢 是马素丢了接亭以后 心里一慌 就跑了 这个向朗呢 知情不举 没有举报 但是后来 马素 或者是被拙拉归案 或者呢 投案自首 这个没有依据 反正又被诸葛亮抓起来 关进了大狱里面 而且下达了死刑命令 没有执行 死在狱中 有这个可能 因此 诸葛亮挥泪斩马素的说法 还是可以成立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 我们就会有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第一 马素该不该杀 第二 诸葛亮想不想杀 第三 诸葛亮为什么要杀 第四 诸葛亮杀马素 为什么要丢泪 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 马素该不该杀 我的看法是 可杀 可不杀 为什么可杀呢 他毕竟丢了接亭 丢了接亭 就导致了第一次北伐战争的 半途而废 而这次北伐战争的本来是有可能 要成功一把的 因为当时诸葛亮出兵的时候 朝魏方面没有准备 根据陪著的记载 当时 朝魏呢 只知道蜀中有一个刘备 那是很厉害的 不知道还有谁 也会打仗 所以毫无准备 等到诸葛亮一出兵 朝野正进 而且三郡皆反 有三个郡 都反了朝魏 投降了诸葛亮 那么这个时候 利用这样一个大好形式向前进军 有可能是 取得一些胜利的成果 马术坏了事 这是他该杀的一面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 兵家乃胜败常事 人才乃至胜之本 如果说一个将军打了败仗 就要杀他 这个就没法做了 这个事情 你打一次败仗杀一个 再打一次败仗再杀一个 再打一次败仗再杀一个 你有多少将军杀 所以 近代的历史学家 习早止 就说 诸葛亮不能够战胜朝魏 是理所当然的 为什么呢 杀了人才吗 你祖国人才本来就少 本来就不如朝魏 你还要杀 你这不是叫做 轻者痛 仇者快吗 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两军交战 一方杀自己的大将 对方就高兴了 而且 处分失败的将军 有各种办法 比方说 降级呀 重罚呀 多少军棍呢 罚其军前 戴罪立功啊 都是办法吗 为什么要杀呢 所以是可杀 可不杀 马宿接情失守 导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战争 半途而飞 同时 蜀汉方面也失去了一元大将 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 对于蜀汉 绝对是一个重大损失 而根据史学家的分析 胜败乃兵家常识 处置马宿可以采取其他各种方法 不一定是要选择杀头的办法 但是诸葛亮却断然处斩了马宿 这是为什么 诸葛亮到底想不想杀马宿 我的结论是不想杀 有证据吗 有 流泪就是证据 如果说诸葛亮觉得这个人就是该杀的 非杀不可 不杀不足以凭民愤 医生令下推出原本斩首 但是他流泪 说明他不想杀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不想杀 那三个原因 第一 马宿是亲信 马宿是什么人呢 马宿是马梁的弟弟 马梁五兄弟 都是人才 而马梁呢 很早就追随了刘备 而且和诸葛亮的私交非常之好 是称兄道弟的 后来马梁在战争中阵亡了 那么 这个弟弟呢 就算烈素 诸葛亮对马梁的这个弟弟 马宿也非常之好 马宿在监狱里面 曾经给诸葛亮写了一封信里面 有这样的说法 民工是素 由子 素是民工由父 就是丞相看待我马苏啊 就像看待自己的亲儿子 我马苏看待丞相林呢 就像看待我的父亲 有人说这个比方不恰当 为什么呢 因为马苏是马梁的弟弟 马梁是叫诸葛亮叫哥的 怎么成了八案呢 这个也是可以讲得通的 因为中国古代有一个说法叫做掌 掌胸如父 掌扫如母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诸葛亮和马苏的关系 就是如父的掌胸 这是有感情的 第二点 马苏是人才 根据三国志马梁传的记载 马苏这个人的才气过人 好论君记 非常有才华 而且呢 俗读兵书 也喜欢讨论这个战争 这一类的问题 诸葛亮对他是身家气焰 非常的器重 诸葛亮经常 把马苏叫过来谈话 一谈就是一整天 叫做自咒答业 我们知道诸葛亮是一个日理万机的人 因为大事小事都要他过问 而且他的做事的风格 是势必公亲 每个事情他都要亲自去打理的 没有时间聊天了 不是闲人 怎么会和马苏一谈就谈一天呢 说明马苏 这个谈话当中确实有过人的见解 而且也有证据 诸葛亮南中的时候 马苏去送行 他送得很远 分别的时候 诸葛亮拿着马苏的手说 兄弟啊 我们都策划了好几年了 也谈了很多的想法 现在我马上就要出真了 你一定有更重要的话说吧 更好的主意给我出吧 马苏说了十六个字 攻心为上 攻城为下 心战为上 兵战为下 就是你要让南方 臣服 更多的是要靠 德 靠感化 而不是靠武力的威胁 诸葛亮采纳了马苏的建议 这才有了后面的七情梦后 当然 马苏没有这个建议 我估计诸葛亮也会这样做 但是至少说明 马苏还能够和诸葛亮英雄所见略同吧 他不是一个 完全没有用的人 第三点 马苏有威望 那据史书记载 杀马苏的时候 于时十万之众 为之垂涕 十万人哭了 不是诸葛亮一个人哭了 那说明马苏这个人 在群众中是有威望的 是亲信 是人才 有威望 诸葛亮不想杀他 好了 既然诸葛亮不想杀马苏 马苏又是可杀可不杀的 那么我们就要问 为什么要杀呢 根据前面 根据前面 一中天先生的分析 无论论财技 还是论威望 马苏都出雷防碎 而且从私人关系上讲 马苏和诸葛亮 私交非常好 是一个有勇有谋 又深得诸葛亮信任的人才 但是诸葛亮在处置马苏时 铁面木丝 不留任何情面 而一中天先生分析 从内心愿望来讲 诸葛亮是不想杀马苏 此时他是做了一个痛苦的抉择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中有什么眼情 这个问题 蒋婉也问过诸葛亮 马苏被杀以后 蒋婉到了汉宗 蒋婉就对诸葛亮说 说现在天下还没有安定 我们还要打很多很多的仗 丞相就把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杀了 难道不可惜吗 那么诸葛亮是怎么回答的呢 诸葛亮流着眼泪 又一次哭了 流着眼泪说了十六个字 四海分裂 兵交方式 若负费法 何用讨贼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诸葛亮说 请想一想 孙武当年为什么能够百战百胜 就因为军纪严命 现在天下大乱 四海分裂 战争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停止下来的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们如果把军阀给废了 请问我们用什么 我们凭借什么 我们靠什么去战胜敌人呢 那么根据诸葛亮的这一个回答呢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来 就是诸葛亮杀马术 是为了依法治俗 依法治国 或者依法治俗 是诸葛亮治理俗国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一个重要的思想 就诸葛亮在俗国实行的是法治 而且在这方面 诸葛亮堪称千古楷模 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学习 第一点 严于律己 诸葛亮在沙马术的同时 也上表朝廷 要求处分自己 提出的处分的办法呢 是自贬三等 那么这个报告打到刘善那 那么刘善批准 将诸葛亮降为右将军 但是形成像是所总统如故 虽然是右将军呢 但是还是代理成像 那么原来该管的这些事 该有的权利呢 造就 那么根据这样一个结果 有人就批评诸葛亮是作秀 那么这个说法呢 我觉得是不懂政治 也不懂历史 中国古代的政治呢 他信奉的是儒家的学说 儒家的学说有个规矩叫什么 有经有权 经呢 就是不能变的 权呢 就是可以变的 也用现在的话说 也就是 政策要有原则性 也要有灵活性 那么 一场军事行动失败了 作为统帅肯定要承担领导责任 但不等于把这个统帅杀掉 可是废掉 统帅杀掉 废掉的杖还怎么打 所以处分是要处分的 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处分影响到大局 第二点 敢于认错 诸葛亮为此上了一道书文 叫做《接庭自贬书》 这篇书文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检讨书 诸葛亮这个《接庭自贬书》是很实在的 实在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 他承担了全部责任 就包括马术丢失的接庭 包括赵云在击鼓的失误 本来都不该他负责任的 诸葛亮全部承担下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诸葛亮实实在在的指出了问题的关键 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 四个字 受任无方 就我作为统帅 我用人用错了 第三点 他建立了问责制度 就是规定以后 但凡出师不利 主帅一定要承担领导责任 第四点 他采取了改正的措施 从此以后 数次北伐 诸葛亮都清零前线 坐正指挥 所以是实实在在的认错 一个人呢 不可能不犯错 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 包括诸葛亮 难得的是能够承认错误 改正错误 只要能够承认错误 改正错误 就是了不起的人 在这一点上 曹操诸葛亮都做得非常好 第三点 赏罚分明 马术丢失的接挺 负直接责任 而且损失惨重 杀 赵云击鼓实力 但是事处有因 因为敌强我弱 而且赵云的指挥 应该还是得当的 降级 王平是马术的副手 在马术进行 这个军事部署的时候 王平一二再再二三的 劝阻马术 而且在马术丢失接挺以后 王平采取了很多正确的措施 保全的军队 赏 王平 晋级 王平是这次战争当中 唯一没有受处分 反而受奖励的将领 那么本人作为统帅 负领导责任 贬 杀术 将云 赏平 贬挤 叫做赏罚分明 因此我们可以说 在接挺实力之后 诸葛亮的善后处理 非常的得当 做得好 做得对 应该大输特殊 但是我们也就因此有了一个问题 既然做得对 为什么要哭呢 马术的接挺之时 是诸葛亮失去了 一次统一中原的重要机会 也给鼠汉方面 增加了许多不利的因素 而从前面 一中天仙士的分析来看 马术失机从后 诸葛亮对各方的处理都非常得大 体现了诸葛亮的一贯风格和态度 不免让人心生敬畏之情 其中 有一个细节让人迷惑不及 在处决马术时 诸葛亮是失声痛哭 泪流满面 这是痛视爱将的惋惜 还是并有眼睛 诸葛亮为什么哭呢 陈尔东先生对此 有一个解释 认为诸葛亮的哭呢 有四个原因 吸马术 马术杀了可惜 好将士 因为战争失败了 有很多将士牺牲了 要捣炼他们 恨自己私先帝 为什么恨自己私先帝呢 因为刘备生前称 特地交代过 刘备对诸葛亮说 马术言过其实 不可大用 均其查之 先生啊 马术这个人呢 是个夸夸其谈的 这个人是不可以重用的 你一定要注意 没注意 错用了 恨自己没有听先帝的话 追思先帝的英明 四个原因 那么 严冷先生呢 也提出了一个原因 严冷先生的三国史话 里面提出来 说诸葛亮 斩马术 为什么灰类呢 要从 三国志诸葛亮 传的那五个字 去找原因 哪五个字呢 鲁树已泄众 也就是说 诸葛亮 为什么要杀马术 是为了平息重路 按照严冷先生的观点呢 诸葛亮的杀马术 不仅是严明军纪 也是平息重路 为什么要平息重路呢 因为诸葛亮的 重用马术是 为重的 当时讨论 谁做先锋的问题 的时候 大家都主张 用谁呢 一个是魏严 一个是无意 但是诸葛亮不用 偏要用马术 当然诸葛亮是统帅 是丞相 他要用马术 大家没有话说 如果用了马术 马术打赢了以后 大家也没有话说 那么现在你用了一个 不该用的人 你打输了 你打败了 这个话怎么说 何况大家想想 魏严是什么人 先帝宠信 刘备是非常喜欢魏严的 吴义是什么人 当今国就 马术是什么人 先帝说清楚了 不可大用 那么也就是说 诸葛亮的重用 马术是既为旨 违背了先帝的遗旨 又为众 那大家就要问呢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又为旨 又为众 就他是你小兄弟 是不是 任人为亲了吧 还有了 你现在打败了仗 要不要追究责任呢 要不要追究你这位 统帅的领导责任呢 没有办法 只好把马术杀了 谢重 因为是不得已而杀马术 所以悲愤之情 油然而生 想起这个事情来 就痛苦流涕 这是严冷先生的观点 那么严冷先生的这个观点呢 我部分同意 部分呢 不完全同意 同意什么呢 同意严冷先生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思路 就是诸葛亮的灰类斩马术 绝不单纯是一个法律问题 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 包括我们以前讲过的费理言 也不是法律问题 是政治问题 什么政治问题呢 就是诸葛亮接手蜀汉政权的时候 这个政权的内部是不稳定的 因为我们知道蜀汉政权呢 它很特别 它是由三股力量组成的 第一股力量呢 是刘备从荆州带来的人 我们称之为荆州集团 也称为第一势力 那就包括诸葛亮 关于张飞这些人 这个势力呢 在蜀汉政权当中的处于高层 掌握国家主要权力 第二股力量呢 是刘章留下的人 或者刘章父子刘焉 刘章的人 他们入川的时候 带到益州的 包括李延这些人 那这一股势力的我们称之为 东州集团 叫第二股 他们处在蜀汉政权的中城 第三股力量呢 就是益州土生土长的 那些官僚 官员 还有了本土的豪族 大族 大族 四族 益州人 或者用现代话说四川人 这是第三种力量 他们叫做益州集团 也叫第三势力 他们处于政权的第一层 那么这样的一个鸡尾酒的结构啊 它是不安定的 下面两层是不服气的 尤其是刘备去世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情况 兵败消停啊 也打了一个大败仗回来 然后病死在永安 然后一个丞相把这个权力接过来 代行军权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整个是不安定的 所以我曾经讲过十六个字 就是刘备建国基础不牢 消停兵败地动山摇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一个丞相出来代行军权 是很麻烦的 是很困难的 只有很多人心里面不服盯着他的 嘴巴里不说吗 暗中看着吗 尤其像李延这些人 李延作为脱孤之父 本来就对这个为政的 他是不服的 而且就在诸葛亮北伐的前 连一连李延已经向诸葛亮叫板 说丞相啊 是不是也画出五个郡来成立一个八州 让我当个八州赐使啊 你不是一州牧吗 你当的州牧 我当不得赐使 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已经叫板了 我估计这个时候 诸葛亮已经在考虑如何处理李延问题 因为这个钉子迟早要拔掉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诸葛亮采取的政策是什么呢 就是四个字 依法治国 我实行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谁触犯的刑律就处分谁 尤其是像李延这样的巨头 大腕 腕级的人物 那你不能随便把它废掉 你也只能神志以法呀 那么既然是依法治国 既然是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那么你就必须做到公开公正公平 必须做到执法如山 不能因人废法 不能训情枉法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不难想象到 马术出这个事情 给诸葛亮是出了多大的难题 我们也不难想象 那些反对派 那些明的反对派 和那些暗的反对派 那些不满的 不服的 心里嘀咕的 那些睁大了眼睛 鸡蛋里面都要挑骨头 拿着放大镜 显微镜 现在找诸葛亮毛病的那些人 他们会怎么样 想都想象得出来 看热闹吗 看笑话吗 看你怎么弄吗 你不是执法如山吗 你不是依法治国吗 你不是另行禁止吗 你不是公开公正公平吗 好吗 你的人出事了吗 看你怎么着吧 你要是法外施恩 网开一面 对不起 吓唬我们 也得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诸葛亮没有办法 对于 马术的处理 只能是四个字 从重 从快 也就是说 诸葛亮只能壮士 断腕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诸葛亮迫不得已 拔出刀来 一刀砍向自己的胳膊 就是把马术杀了 一刀砍到自己的心里面去 非常的痛心 非常的痛心 因为他这样做 完全不是他的本意 马术是亲信 马术是人才 马术有威望 而且马术的这个罪 也没有到到 不杀 非杀不可的程度 完全是可以 比方说让他戴罪立功啊 军权效力啊 等等处分办法 但是为了大局 为了楚汉的安定团结 为了进一步的摆平这三种关系 严格的实行和实施依法治国 不得不杀掉自己心爱的人 所以我讲读书读到这个地方 我觉得我都是恨不得与武侯同哭 诸葛亮把马术杀了 后来又把李延废了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这两计重拳出击 显示了他依法治国的公开公正公平 从此蜀汉内部安静了下来 但是树欲尽而风不止 蜀汉政权内部矛盾 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因此剑新十二年八月 诸葛亮病故在北伐军中以后 同属于荆州集团的两个人 就打起来了 而且打得你死我活 刀兵相见两败俱伤 并直接亮成了所谓慰言谋反一案 慰言的谋反也是观众朋友们非常熟悉的 而我们要问的问题是 慰言他当真谋反吗 慰言谋反一案 他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请看下集 获取萧强 这是一部开创性的史学著作 他创造了以纪传体写史的先河 成为二十四史之首 这又是一个人趋入奋进的结果 成就了一代史学大家司马迁 标柄华夏史册 史记究竟是一部怎样的著作 他是怎样写旧的 司马迁又是一位什么样的史官 是什么成就了他不朽的历史地位 见见关注百家讲坛大型系列节目 王立群独史记者 史家绝唱